高雄市長韓國瑜週五 在市議會針對兩岸小組及中國新專案報告時 被市議員黃捷問到紫禁區的內容與項目 竟然說不出具體內容 一直跳針回答高雄發大財 也讓黃捷大大的翻了一個白眼 當然是高雄要什麼 高雄要發財啊 對不對 目標是高雄要發財 很多事情 我們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希望往高雄發財的內容 我說韓市長 你這個跳針會不會太嚴重了啊 台北市長柯文哲週六接受媒體聯訪時 被問到韓國瑜的表現如何 阿伯則說 沒有啦我覺得這樣 我們不可能知道每一件事情 因為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就好 那阿伯你覺得韓國瑜知道什麼是至今區嗎 因為我看他週五面對質詢時說不出個所以然耶 其實至今區相當複雜 以前那個台灣南空城要推國際醫療 我大概有參與的 所以我也知道說他的困難在哪裡 又有物流又有醫療又有金融 有很多面向啦 所以也不可能什麼都懂 哎呦阿伯 看你說的心有氣氣的感覺 你是不是在幫韓國瑜講話 不是啦我跟你講我們可能什麼都懂 知道就說知道 不知道就說不知道就好了 好好好阿伯不是就不是嘛 那我們換一個比較輕鬆的話題 那阿伯你覺得台北市議員高嘉瑜 和高雄市議員黃傑誰翻白眼比較可愛啊 哇這個回答 蘋果新聞網現在改版的 所以說呢你要即時的獲得第一手的資訊 你現在進去很簡單那樣簡單 你只要登入FB的電話號碼 或是Google 你就可以馬上獲得第一手的資訊 希望大家喜歡蘋果的 加入好評語會員 只要用臉書或是Google帳號就你一鍵註冊 也可以用電話或email註冊 現時免費快樂註冊蘋果新聞網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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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